安哥,猎梦宿舍无限金币模式挑战一下 据所没人能挺到100滚 安哥 令小伙伴们的强烈要求 安哥今天呢,就来挑战一下 猎梦宿舍的无限金币100关模式啊 不过,在游戏开始前的老规矩 小伙伴们可千万不要忘记长按点赞哦 点赞破万,下期火速更新 OK 被看到啊,在单挑模式里面呢 多了一个开启无限金币模式的选项 而且,每天有限制,最多只能玩5次 那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OK,开局呢,咱们已上学时奔向食堂的速度 直冲咱们的小床 好家伙,果然没想到这么简单啊 居然还有超级联盟者 那咱们先不管他 既然是无限金币呢 那咱们就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 建好收货机之后,咱们直接把大门拉到满级 接下来,开始建造高科技麻痹激光 可以在联盟者释放技能时控制联盟者啊 保护盾,大门血量低时,无敌3秒 冰条,降低联盟者的攻速 第一波是个一级联盟者啊 没啥威胁,只是给大门呱呱杀了 咱先不管他 接下来是建造钉4 门被攻击时可以反伤 猫头闸,联盟者血量低时 有机会直接斩杀 最后还有润滑和加速器 这两个都可以增加炮台的攻击速度 最后呢,别忘了再建造四个休止装置啊 OK,最重要的东西咱们已经建造完了 那接下来就快处理这个联盟者了 在这里呢,个人建议 咱们直接用炮台呢 把剩余的格子全都给他铺满 完事之后呢,咱们再来升一这些炮台啊 主要是这超级联盟者 每次过来呢,不是可以摧毁咱们的建筑吗 哦,这么多炮台,随便你摧毁 你们看啊,在咱们选择完技能之后 这个位置的炮台,直接就被超级联盟者给拆了 这我要是没有建造这些炮台 那还不得直接拆我这些辅助道具 诶,等等,我发现在这个模式下 每一波的间隔只有九秒钟 也就是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 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所有的炮台都拉到满机才行 那只就要看手速了呀 嘿,不过你说瞧不瞧 你手速,浪哥还没怕过谁 不须,这家伙又来了 他拆掉了我一个马鸡炮台 好烦啊他 终于是把所有的炮台都拉到满机了 总算是可以休息一下了 啊,这个东西真的烦 没五波就来一次啊 我去,一下子都拆了我四个炮台 这玩意还带涨的吗 我记得刚开始,一会再拆一个的吧 赶紧赶紧,把被拆掉建筑赶紧补回来啊 尤其是右下角这些辅助道具 被拆之后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建造 它们在关键时刻可都是可以保命的存在 这会儿呢,咱们已经是在六十多关了 据说这个模式呢,越到后面是越难啊 咱可不能翻车了 好家伙,百级联盟者登场了 而且一来就是二十四个 快使用技能,时间停止 无区,超级联盟者也来了 关键是,他好像不是我技能的控制 一下子就拆走我六个炮台 行,你可真行 完了,又来一波 联盟者人数已经记得到四十个了 瞬间就触发了我的防护罩啊 拿来吧你 得了,到此为止了 BBQ了 一共啊,才抵挡了九十一关 击败了二百二十四个联盟者啊 好了,小伯们 这就是联盟宿舍的无限金币模式了 那么我呢,今天把五次机会全都用了 点到我手都麻了 最高呢,也在九十一关啊 不然你们能闯到个关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 大家别忘了长按点赞,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